大家好,歡迎大家收看星期五的即時攻略 這一節就有我和Arnold在同大家做節目 Arnold還會為大家解答股票上的問題 所以歡迎大家打電話來 或者WhatsApp的問題去到91571428 亦可以傳電郵去到askbschannel.com Arnold,今天首先和你談談大事 最近好像沒有方向,反而不覆 但今天港股可以說跟隨外圍就好 開始不久就已經升超過200點 現在就報28,460點 升260點 其實Arnold說今天升主要是因為中資金融股推升 接下來越來越多他們的業績會出爐 會不會都幫助到大市可以再上呢 其實現時大市升,最主要都是因為這些業績所影響 其實外圍股市方面 我想對港股來說影響都不是很大 因為始終在說外圍方面 可能集中是好像美股 看他們當地的成分股的業績位主 歐洲股市,歐央行減QE 的確是代表歐洲的經濟前景 是明朗化一點的 但這些因素,很難直接推升肯指 反而說,如果一些重磅藍醜的業績 普遍來說都是符合市場預期 或者看到有盈利增長在 這些因素就會有利提升港股的股值 所以我想短期來說 特別是說一些中資金融股 始終中資金融股的業績上面 預料會比較波動 亦都可能會比市場預期中更加之好 但當然不能夠忘記騰訊 但在說騰訊公佈第三季業績 仍然有一段時間在 所以短期來說 最關鍵我覺得 都是特別正如中資金融股 好像公行、平保 一些相關的業績 會相對比較關鍵的 好了,我都跟大家說一說多一點 因為我遺忘了提醒大家 我們現在在Facebook 是有直播的 在《要塞財經台》的頁面上 大家就要like and share 有什麼問題都可以打在留言 到時Arno就會為大家解答 我們又回到這個正題 剛才Arno也有說到業績 可能會令市場驚喜 見到建行939 昨天收市後公佈了這個軌跡 其實之前已經獲得多家勸商暢討 見到建行上季錄得純利 632億元 按年增加了超過4% 是符合市場預期 見到今天的股價都超升了上來 都在升超過4% 你又怎樣看建行業績呢 其實講這些中資金融股 無論是建行也好 或者是一些內險股 或者未來評寶 或者一些內險股 其實業績上要不要大幅性的市場預期 才可以刺激到股價升很多 我覺得就不需要這麼高要求 好少少就可以了 基本上符合到預期 已經是有條件推升股價 原因就是 第一方面市場一直對這些版法 看得很樂觀 但是其實這些版法的股值 到這一刻為止 都仍然是偏低水平的 好像今天的健康為例 雖然你見到股價升了4% 但是以現階段的息率都有4.5厘 或者市盈率仍然有6.8倍左右 其實股值仍然不屬於說是貴的 最重要就是當符合到市場預期的時候 意味著其實未來逐步改善的空間 是出現了 因為現階段市場 對於這些中資金融股的看法 好像以內銀股為例 大家都是預料 在第三季來說 息差會有略為輕微改善的狀況 例如健康的確是符合市場的預期 但是最重要就是 當符合到市場預期 其實市場一早就在預定 特別在息差的一方面 最壞的時刻有機會過去 特別在夏年開始有定項降準的措施 這些因素會令到息差 再次有一個擴闊的階段 所以基本上只要符合市場預期 這些中資金融股絕對有條件推升 最重要是大家適合這條鬼 一路向前走就可以了 剛才剛才你也提到 健康都符合大家的預期 健康就可以說打了一個頭陣 你現在還會有公行 中國銀行都會陸陸續續公佈這個業績 你又怎樣看呢 會不會健康這麼好 其他內容股都是這麼好呢 我想機會就應該分別 有個很大的分別的機會 未必會大 但你可以留意一下 其實之前公佈中上銀行的業績 又不是非常好的 或者跟預期中 特別有些比較有預測樂觀的大行 都可能不太好 其實現交段相信是大型的 好像中國銀行、建行、工行、招商銀行 這些一直以來比較強勢的內容股 那份業績 我相信應該可以大致符合市場預期 應該不會令市場很失望 不會覺得差的 但當中好像農行 這些相對地 可能一直以來壞帳的問題比較嚴重 或者不良貸款比率相對較高的內容股 就存在著變數 就真的比較大 但是不是代表一定是一件壞事 又未必 因為如果見到這些壞帳水平 好像農行這些相對地 都同樣地的貸款質素改善 其實意味著他們的反彈空間 可能會更加之大 所以都有機會借勢 就會有一個炒作在那裡 所以其實內銀股 其實我覺得焦點都是離不開息差 或者是說不良貸款的一方面 而說這兩個因素 都跟內地的經濟表現 有一個很高的敏感度在那裡 如果你看回一些經濟數據 第三季整體現言 經濟狀況不差 GDP都維持著6.9% 6.8%的經濟增長 頭三季是6.9% 所以我想看回整體現言 我相信內銀股 特別裡面一些細節上市場的焦點 不良貸款或者息差方面 應該不會有太大的變化 應該都是大約符合市場的預期 應該不會突然間會轉差 阿奴,我又很直接問 接下來剛才也有提到中行 即是中華銀行和公行 都會在星期一公佈業績 可不可以趁現在這個機會 入市 他在星期一再炒多一會 其實這個問題 是不是值得去高追 我覺得這些位置去高追 好像不是說得太多 這些位置去高追內銀股 其實短炒 我相信上網空間未必太過大 因為今天建行的確有個不錯的升幅 升了4% 但是未來要多升一成、兩成 短期未必那麼容易見到 但是推升港股或者推升陷子 領航板塊 我相信未來的確有機會 集中在這些中資金融股身上 所以這些位置順勢去炒 我覺得沒什麼問題 如果進取一點 我都會建議 按照行為主 雖然股價相對比較高 但是營利能力方面 一直以來的照行是比較好的 看到今年中期業績 他們的純利升了差不多接近一成左右 我相信業績上仍然會繼續有驚喜 所以如果你是在短炒角度上 看看這些位置 如果你要去高追的話 我都建議選一些強勢的股份為主 好 明白 這個時候我們先回答一個Facebook的問題 好嗎 Ano 有一位朋友仔May 她問3311 3311 她說14元有貨 11.3都有貨 一共有4萬股 問你如何部署 看到今天暫時沒有升跌 在播放11.28元 其實14元都拿了很久 亦都說近期來說 比較關注 他們出了中期業績之後 進行公股 這些相關的因素反映了一大部分 都看到股價基本上 站穩在11元上 但是內地方面 我覺得整體建築 相關業務的表現上 很難說會突然有大幅反彈的跡象 你說中國建築 現階段的股值 固然不算是貴 相對地跑輸了大股這麼久 9倍的市盈率 預測市盈率也是10倍左右 不算是貴 但是業務由於沒有太大的反彈空間 所以不排除繼續在這些位置上拉鋸 所以我覺得看回投資心態 如果你想做一些中短線的部署 可能要選擇 可能不妨考慮 考慮去換馬 但如果想繼續中長線持有的話 我覺得不跌穿11元也沒什麼問題 好 麻煩安娜 接著我們又回到整體 剛才說了內人 說了建行 再說一個業績 我們說長期 安娜說2333 見到他公佈了業績 都可以說是比預期差 見到上季盈利是4.6億元人民幣 按年大跌近八成 按季下跌1.1%左右 他也有說到原因 主要是因為期內有多項成本 明顯增加了 好像營業成本增加了9% 而銷售費用也增加了2.9% 而管理費用就增加了1.7% 其實看它的總收入 它輕微下跌了0.04% 反而是因為它的成本開支大增 令到它的盈利大跌近八成 Mano是否對策略有些問題呢 其實說成本上升 真的不會有特別意外的因素 現在一段什麼都會升 人工成本又升 所有地租等等 什麼都會上升 所以成本上升 基本上任何各行各業 都是一個大趨勢 都有這個問題 但是你看到這個問題 就是長城汽車大家都會預料 仍然要維持著一段促銷計劃 一段長的時間在這裏 所以說最大的問題 都是毛利率仍然會有受壓的跡象在這裏 所以毛利率上升 其他成本又要上升 所以它們的盈利能力 都會預料比較差一點 這個是最大的風險因素 亦都是講到很多間大行 出現業績之後 看探的最主要原因 對於長城汽車來說 前景現階段仍然是艱難的 但是你說艱難當中 是否完全沒有一個轉機在這裏 現階段仍然有一些變數在這裏 所以預料長城汽車 股價仍然會表現比較波動 可能有些多的炒作在這裏 今日也看到股價一度跌穿10元之後 很快便站穩 現在跌幅都大幅收窄了 兩個因素 第一方面就是 其實這個業績只是反映到9月份 其實長城汽車最大的驚喜 近期來說 都是10月份的銷售數據 特別在10月份出路的銷售數據 就是反映到9月份的事 其實就是在9月份的剛剛才開始 第一方面見到他們的WEY 即是VV7和VV5系列 銷售表現是良好的 已經佔他們的銷售佔比大約是12% 但這個只是單單反映到9月份 所以對整個第三季來說 未有造成一個太大的幫助 如果未來來說 你看到一些銷售數據 這個新系列佔了他們的銷售佔比 不斷地提升的話 可能利好因素會有機會出來 可以幫助到 因為這些新汽車 預料的毛利率會相對比較強 所以在毛利率改善的情況下 有機會轉嫁到相關的成本 所以未來來說 有機會有轉嫁的 第二方面就是 之前傳說的消息跟寶馬合作 可能Mini Cooper 會不會有機會給它銷售 都有這個可能性 始終是內地特別 這幾年來講 喜歡推一些低頻放的汽車上面 見到Mini Cooper 都是其中一個選擇 所以大家都會仍然觀望 看看會不會有更多的消息 但是如果論基本因素上 我覺得的而且確現階段長城汽車來說 不敢看得太樂觀 但是炒作方面 我覺得仍然存在著很多炒作空間 我想說多一點寶馬那方面 之前的長氣 因為傳統寶馬合作 炒高了一陣 但是當它公佈出來 是跟寶馬Mini合作之後 古怪就馬上課謀 甚至可能有些倒吊 其實是否大家都對寶馬Mini 未必太特別樂觀 或者可能遲的態度 還是比較中性 的確是的 因為寶馬Mini 預料整體的銷售額 或者整體的汽車的銷售量 對於長城汽車來說 不會構成一個很大的貢獻 現階段 大家看看長城汽車 有沒有機會重拾營利能力 增長動力 因為長城汽車現階段的估值上面 都是8倍的市盈率 未來只要營利能夠重拾增長勢頭 以預測市盈率大約是12、13倍來計算 只要一旦有增長 股價會有很大的炒作空間 所以消息一旦出來之後 試過股價一度炒到接近12元這些水平 但當然出來之後 是比較失市場所望 甚至說Mini 你說在內地的銷售狀況是怎樣 仍然是一個未知之數 最重要的是長城汽車 一直以來最領先的技術領域 都在SUV市場上 所以即使和寶馬合作 大家都覺得未必會有太大的空間 看到長城汽車 今天最低見過9.89 暫時跌近2% 暫時跌近2% 暫時跌近10.38 話題一轉 我們先回答Facebook的問題 有位朋友想問1380 中國金石 他自己說是世界股 之前說8、9月時炒起股 但現在又跌回 還要不動 他說他買入平均價是1.24元 他說有貨 還要強調很多貨 我想問阿羅如何處理好 1380中國金石 小心一點 始終我覺得近期市況值市場 是好一點也好 資金真的未必會去炒這些西價股 更加何況我看到 由8月份開始 到現在這個股份 都沒有太多消息 成交也是偏梳 所以股價可能仍然比較波動 最重要是看到中期業績 即使虧損有所收窄 現階段都沒有任何盈利能力 今年見到資金追捧股份 都是主要集中看一些盈利能力上面 會不會純粹炒一些殼價 或者說可能收購合併 這些相關因素 推動這些西價股 我覺得短期來說機會不大 所以看看特別的技術走勢 如果股價跌穿1號指這些位置 調整幅度可能會更加深 有一個很大的風險 所以我覺得即使你是1.2 這些水平有貨 如果真的見到股價跌穿1號指 就要忍痛止洩利窗 但如果不跌穿1號指之後 股價反覆覆覆 可能都有機會上到1.2 這些位置才會減少 好 接著我們再講講其他話題 我們不如講講中安好嗎 昨天下午股價急跌 跌差不多5% 為什麼呢 就是因為有海南保監點名 就說中安懷疑越界銷售 覺得可能違規 整件事是怎樣呢 我大約就先講一講 話說在海南保監局發出一些通告 指中安在銷售上消除了業務範圍 就說中安和某些中介機構簽了一些保險業務代理協議 就向中介機構提供自己網絡平台的專屬連結 當中介機構吸納到客戶之後 就可以用專屬連結登入中安平台 去完成整個買保險的過程 然後中安就會向中介機構支付手續費 其實海南保監會點名 這個做法可能會將線下的生意轉到線上 就涉嫌超出了經營範圍 雖然最終這個販文很快就刪除了 但是令到中安的股價昨天急跌 但是今天也回升了 現在升了超過2% 在播出78.6% Mano 你又怎樣看這些消息呢 還是其實都刪除了這個通告 其實影響都不大呢 其實暫時來說 我就不覺得不需要過分地擔心 因為的確文章刪除了 其實我覺得不排除一個原因 可能以剛剛他們一直以來的消息出路 如果這些線上的公司中安在線 跟一些線下的公司合作 做一些線上線下的一次過做完所有的業務 可能真的牽涉著監管機構的一些條例衝突 所以都一度出過這些文章 但是文章刪除就是 就是可能有機會 其實線上和線下合作 是否真的構成一個這麼大的問題 或者這麼大的風險 這個是有一個變數 因為其實在現階段來說 內地最希望推進的就是線上線下 雙管齊下發展的業務上面 無論是一些電商或者很多互聯網業務上面 其實都很鼓勵他們線上線下的業務 去共同發展 他們其實最希望就是透過互聯網的系統 去提升業務的效率上面 所以說實際上 對於中安來說 是否真的構成一個很大的衝擊 這些因素 令到他們未來的銷售表現 或者說收入增長會轉差 我覺得就未必需要那麼過分地擔心 但是短期來說 估計要重拾升勢未必那麼容易 我相信市場 都可能需要多一兩天的時間 去再觀望事件的變化 好啊 那阿奴 你們都建議大家 看看過多一兩天 看看事情有沒有再發酵 才想想會不會趁低吸納重安 這些位置 我覺得重安就不需要那麼急去考慮 其實兩個因素 第一方面就是 始終這隻都是半身股 資金很多時候都願意去炒一些半身股 特別看到之前升得那麼強勢的時候 很多人會覺得有機會看到100元這些水平 但是當然經過從高位調整之後 短期來說比較大的機會 可能橫行是75元至85元這些區間 所以我覺得暫時來說 先抱一個觀望態度 特別說現段的股價 都升近80元這些水平 這些位置再去追入 我覺得暫時來說 直播率不算很吸引 是不是有錢還是要抽到月民 不單止月民 其實有很多新股 現段來說 都是非常吃向的 好像說雷蛇 甚至今天招股的 一些光纖業務相關的股份 都是近期熱炒的相關股份 最重要的是市場現段的 而且看到凍結了很多資金 所以我覺得短線來說 要特別做一些短線的炒作 除非真的看到好像業績這些相關因素 所推動 否則我又覺得暫時來說 短線上面 很難說出現一些太大的炒作 好 那我們現在就聽一聽電話先 好嗎 我們說完中安之後 見到電話旁邊有位家庭觀眾 你好 是不是陳小姐 是的 你們兩位好 早晨 陳小姐 有什麼股票問題想問Arno 有幾個股票 我有幾個股票 現在都不知道怎樣 我有碧桂妍和中國金牟 兩個房地產股都是這樣 我會不會放了它 轉去汽車股好嗎 我有個東風它又不升 之前講氣 講氣我走了 現在我想追回日去好不好 好嗎 好啊 很多問題 陳小姐我們逐個逐個來 首先 我們先講內房 好嗎 陳小姐說它有這個 碧桂園 是嗎 碧桂園 對 還有中國金牟 對 就想問一下你怎樣處理好 這兩隻股份 那先講到碧桂園 碧桂園 我覺得看你什麼位置買 如果你有15元這些位置 14元這些水平買了 短期來說 很大機會繼續要抑價 但是我覺得內房股 其實短期後市來說 我覺得再進一步調整的空間 就應該不會太過大 所以我會建議繼續持續 特別如果要將資金由內房股 轉去汽車股 我就更加不是太過建議 因為見到近期來說 其實當一旦炒汽車股 其實都是最主要炒吉利 或者比亞迪位置 當市場資金願意炒吉利 比亞迪 很多時候這些內房股 都能夠有個炒作 因為最主要原因就是 無論是吉利比亞迪 或者是內房股當中的這些 像碧桂園、世貿房這些相關的內房股 大家最主要看好 都是未來來的盈利增長動力 或者有沒有機會提升股值 我覺得碧桂園 現階段股價是升得多的 但是盈利能力 或者派適能力 的確預料未來來 仍然有個改善空間 所以碧桂園 我會建議繼續中線握住 中線目標 你就看到 可能下年出回全年業績 即可能三月份 這些時間 我覺得碧桂園 仍然有機會看回15元這些水平 所以我覺得 什麼位置買都好 只要不跌穿 50天才12元這些水平 我會建議繼續中線持有 剛巧Facebook 有位朋友 都問2007 即碧桂園 剛才都說了 可以上網目標是15元 但最重要是看著它 不要跌穿12元這個位置 回來了 先回答陳小姐 先解釋這個問題 他說東風不升 Ano489不升 問問你怎樣處理好 以及說自己想 之前買過廣氣的 但放了 現在又想入房 問你怎樣看兩隻汽車股呢 廣氣如果回調多一點 我覺得可以去考慮 始終廣氣今年的汽車銷售數據 表現向好 我覺得短期來講 突然轉差的機會不大 但是由於股價近期來講 升得比較急 我覺得不需要那麼急 馬上去追討 後市股價有機會試回10天線 接近20元這些水平 我想碰到20元去買 未必那麼容易 所以我會調高一點 可能後期去20.2、20.3 這些水平去買 去到這些位置 可以去買入展目標 我覺得可以看到23元這些位置 因為看到廣氣都出了業績 看到首個月 正利潤大升 按年增加了八成二大摩 甚至將目標價調升到30元 陳小姐可以留意Ano給你的投資建議 可以參考一下 接著我們電話旁邊 又有一位家庭觀眾 你好 是否胡小姐 胡小姐 胡小姐好 我問了一隻股票 好 你說 我想問2628 沒有貨計 我想問什麼價位可以進入 還問多少資料 還問多少資料 還問1478 沒有貨計 我想問什麼價位可以進入 好 2628是否中國人壽 是 好 首先說中國人壽 好嗎 沒有貨計 想問你上網多少資料 吃多少 這些水平追蹤人壽 真的相對地比較尷尬 因為說為什麼尷尬 因為如果股價能夠突破26元這些阻力位 可能會有一個很快的升幅出現 或者可能升得很急 因為你說26元一直以來 都阻擾股價 這個阻力位都困擾股價 一段比較長的時間 你看回投票走勢 過去這一年的股價 都未能夠突破26元這些位置 基本上由今年的2月份開始 都未試過突破26元這些阻力位 亦都試過三、四次 試過26元這些位置跌下來 所以這些位置 要突破26元阻力位 未必那麼容易 但是事實上 如果我們不從技術走勢 從基本因素上看 第三季業績有這麼強勁的盈利增長 主要來自投資收益 不是一件非常好的事 但是其他的業務 補費收入 補單業務上 都有一個穩定的增長 最重要A股 現代表段仍然強 所以突破26元 這個機會仍然是大 所以這些位置 我覺得部署策略 可以以分注吸納的態度 於這些位置 第一次去買 沒問題 大約接近25.6元這些水平 去買 如果突破26元這些阻力位 再去加注 順勢去買入 至於如果反過來 突破不了26元這些阻力位 整個目標 我建議起碼看到28元的水平 好 建議分注吸納 另外 胡小姐還有問到一個問題 就是14700元 優太科技 同樣都是未有科技 都是問問你目標價 以及指洩位在哪裏 這些位置我不建議去買 因為其實優太科技 或者整個手機零部件板塊 一個極短線的角度 看回今天 iPhone X預訂 反應 究竟是怎樣 這是一個很關鍵的因素 這一方面 我不敢看得太樂觀 因為整體的出貨量 會不會令到市場驚喜 特別是令到整個手機零部件 市場上供應緊張 我覺得機會真的不大 放棄股價走勢上面 雖然說股價突破了17元這些阻力位 但是 都多次不能夠突破19元這些阻力位 甚至現階段開始出現一個調整勢頭 如果股價跌至18元這些水平 有機會再試分10天 20天或者50天線的支持位 所以如果這些水平去買 我就不建議 我覺得暫時來說 反而我會建議先鋪上官網看見 好了 還是叫胡小姐看定一點 另外Facebook又有個問題 我們先回答 就是問問5號仔 看多少匯豐 現在值不值得 這些水平去買 我想短線來說 其實真的看下星期一的業績上面 我相信第三個業績 應該不會說貿貿然轉差 最重要是見到歐洲央行 都宣佈減QE規模 但是其實這個消息出來之後 見到昨天匯控股價ADR 都見到跌了下來 市場的反應不是太正面 因為在說 就是歐洲央行雖然減QE規模 但是減個幅度 或者時間都沒有市場預期中那麼好 所以接下來 去到歐洲央行 將負利率政策取消 甚至加息 都可能要一段比較長的時間 但是其實對於匯控來講 最關鍵 都是說除了第三個業績外 再遠一點 11月份英倫銀行會不會加息 都仍然有一定的衝勁在 所以這些位置買入 我覺得其實都OK的 從圖表走勢上面 比較關鍵的阻力位 77元這些位置 如果最終能夠成功突破 既找到上面 股價有機會重拾上升勢 短線目標 看到80元這些位置 但如果能夠突破中線目標 我覺得中長線這樣看 股價仍然有條件網 90元這些位置 好 接著我們電話旁邊 就有位鄭先生 鄭先生你好 早安 早安 鄭先生 有什麼股票問題想問Arnold 兩位支持 你好 我想問6060 中安在線 是90元入了一圈 但跌穿了80元都沒有走 我想問一下 這股股可不可以溝通過 或者在什麼價位溝通過 沒有問題的 剛才跟Arnold說了少少中安 不過我們先回答問題 就是90元入了一圈 但跌穿了80元都沒有走 我想問Arnold 現在這股中安在線 是否適合交貨 跟哪個價位可以進入呢 調整了這麼多 的確可能可以考慮交貨 去分攤成本 但這些水平交貨 未必太過建議 短期來說 我覺得股價比較大的機會 反覆在75元至85元區間 80元區間 80元這個阻力位 未必短期後市能夠突破 所以想著如果是交貨 除非看到股價真的上80元以上 否則暫時來講 都先抱一個觀望態度 後期可能真的落到接近75元這些水平 再去交貨 因為始終短期來說 市場對中安都可能抱一個觀望態度為主 第一方面短線來說 我相信沒有什麼特別的消息能夠炒作 即使昨天的壞消息最終消化了 覺得沒什麼特別 股價的期量都是上80元以上這些位置 所以我覺得中安 其實未來來說 都是看一些未來業績方面的表現 都最好抱一些中長線的投資心差 所以我覺得要溝通 暫時來說 不需要這麼急 可以再看一兩天 好了 接著我們再回答一個WhatsApp的問題 一個朋友仔想問2318中國平安 他就說 見到國壽業績都不錯 中國平安會不會都可以繼續做呢 我相信平保的業績不會差 但是是否代表像國壽一樣 有這麼強勁的盈利增長 機會不大 因為國壽牽涉著 是有些基數效應在 因為一直以來 盈利能力國壽是非常之差的 投資收益一直以來 都是他們拖累業務的主要因素 但是A股造光 好少少令到國壽的確有個大反彈的情況在 平保固然的投資收益 我相信都做得不會好的 但是要有這麼強勁的盈利增長 機會不大 但我相信整體現在 平保無論是新業務價值增長 或者整體各項業務增長上面 仍然會相對地比較強勢 所以股價最終 我覺得都有機會突破70元這些阻力位 可能看到75元這些水平 但是我覺得這些位置 平保再去追入 上網空間由於不算太大 我覺得就要衡量相關風險在這裏 好,謝謝Anno來分析 我們這一節的即使功率 時間就差不多了 放心我們未完 我們稍後回來 就會有另外一位同事 Jason 和子彤繼續為大家主持即使功率這個節目 所以大家千萬不要走開 還有記得Like 和Share我們Facebook的連結 我們稍後再見